在场上的应勇比赛之外呢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曾丽诚这一次呢 是带着情商上阵的 他跟男友交往了三年 不过呢在比赛前分手 那么传出曾丽诚因此报受了三公斤 在今天这位前男友出面 他说希望能够挽回 所以呢他说自己会到机场 就欢迎曾丽诚回国 如果他愿意的话 他会来一个大大的勇报 快点回来 黄头发穿耳洞 脚上大红球鞋 他是曾丽诚的前男友罗宗睿 主动提分手 现在想回头 没有 我没有拿 你心里想把他追回来 对 眼皮沉重 脸色发白 重感冒照样熬夜看比赛 曾丽诚拿下铜牌 罗宗睿第一时间寄简讯给他 内容写道恭喜你完成梦想 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 曾丽诚立刻回传 谢谢两个字 讯息很简单 其实过去两人交往长达三年 半年前两个人就是在这一间重量训练室而认识了 当时就是像这样子两两分组在进行练习 而罗宗睿坦诚是他主动挑选曾丽诚 当自己的练习partner 认诚第一印象 就他练习很认真啊 跆拳到教室两人名牌摆在一起 曾丽诚75年出生比罗宗睿大了五岁 从伙伴到情人 共同目标都是当国手打进奥运 他很爱笑 怎么说怎么说 不搞笑他都会笑 所以都是你逗他笑的人 感情好罗宗睿却在奥运赛前要求分手 传出曾丽诚抱着情商上战场 暴受三宗金 为何分手男生不想说 还是一个拥抱 可以的话 他愿意的 其实罗宗睿参加比赛也曾拿下第一名 他希望四年后参加奥运 能和曾丽诚一样拿下好成绩 至于两人能不能再续前缘 旁人只能祝福 周园新闻 林东明 范馨宇 SNRF 桃园 真想不到